我問一下兵哥 你覺得澤文斯基的下場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個美國的戰爭地帶網 有透過衛星照分析 烏克蘭也有使用這個無人機 襲擊一些這個基地 造成嚴重的損壞 當然現在雙方對於這個 自己的戰果都有一些說法 不過呢 美國房長前顧問已經說了 私底下我們知道 澤文斯基他的行李已經收好了 而且還把這個錢 轉移到了賽普勒斯 還有瑞士等等的帳戶 但是他說了 澤文斯基只有兩個結局 跑路或者是被烏克蘭人打死 其實現在 烏克蘭當然一直就不斷的 在利用無人機跨境 想要去攻擊 俄羅斯後方的這些機場 這些相關的基地 那他們一直宣稱說 他們在地面上就擊毀了 包括蘇34啊蘇57啊 據說都被他們擊毀 但是這是烏克蘭單方面的說法 那俄羅斯始終沒有承認這個事情 所以到底造成了 什麼樣的一個戰果 我覺得恐怕還要 再進一步的評估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戰果絕對不會太大 因為戰果如果很大的話 那俄羅斯你就會 感覺出來俄羅斯大概就要開始回防 可是你看哦 俄羅斯現在是加緊他在烏東的攻擊 他完全沒有回防的打算 他只是先用二線部隊在 庫斯克這邊幫你拖住而已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第一個俄羅斯的評估認為 庫斯克這邊的攻擊能力是有限 恐怕你能量是後繼無力 那再來他們 你烏克蘭軍的為了要促成 庫斯克方面的攻勢 你把很多的裝備跟能力調到 這邊去了 反而你在東邊的防守力量更薄弱 所以這個恐怕會加速東線的戰力的崩解 這個時機已經被普丁看出來了 所以我是贊成剛剛張將軍的說法 也就是 其實玩到現在這個程度已經差不多夠 你再不回去你可能就回不去 而且你把人寶貴重要的人力跟裝備 損失在庫斯克那邊 請問一下你要用什麼東西來填補 烏克蘭現在已經生不到什麼兵了 那西方的這一次拜登又加碼了 說那個我把你總統私人調度權給你 一億多美金 一億多美金在這場上天搭幾天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一億多美金現在戰爭啊 搞不好多撐個一兩天而已 那請問一下接下來戰爭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樣一路 因為折輪世界的目標 當然是一路撐到11月以後 然後看是不是有談判的機會 但是你撐得了這麼久嗎 現在才8月中 你要撐到11月還兩個多月 你撐得下去嗎 所以我是覺得烏克蘭再不撤 恐怕連撤回去的機會都沒有 那你覺得他的下場呢 他的下場其實 我覺得現在還言之過著 因為很簡單 就是烏克蘭內部是有主戰派 可是你們慢慢可以發覺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蠻神奇的 烏克蘭現在經常還會在做民調 我也是蠻神奇的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怎麼做 然後呢做出來民調結果 你很明顯的可以發現 雖然大部分人還是主戰 還是認為要跟俄羅斯打到底 可是支持和平的人越來越多 認為應該修戰的人越來越多 支持停火談判的人越來越多 這是人性 這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能夠達到一個 相對不那麼屈辱的和平條件 我認為烏克蘭儘管不是那麼願意 烏克蘭是有可能會接受 但是問題是 責任司機的下場會是什麼 因為那些主戰派會輕易放過責任司機嗎 恐怕不會 所以我個人認為責任司機 就是你持續打下去 到最後他也是會被人家推翻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越打越窮 國內生活越困苦的話 大家對他的反感也會越深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和平 或是最後戰爭到底 大概責任司機最好的下場 就是跑到美國去 我認為對他來講 這個是最好的一個下場 那至於說他到底有多少錢 這其實從戰前很多人都在爭論 說他幾十億美金存在美國啊 什麼東西 小馬可氏的下場你們去看一下 就算你有沒有用 小馬可氏為什麼現在對美國言聽計從 因為他家所有的財產 就會被美國人抓住 所以他不聽都不行 所以就算責任司機 真的把幾十億帶到美國去 我跟你保證那個到最後 就變成美國人的典型 變成美國政治人物的囊中物 你責任司機留不了多少 好當然這個俄烏戰士 但是印度有沒有可能居間來做調停呢 有人說印度現在根本就是熱臉貼冷屁股吧 當然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兩個人 互有自己宣稱的一些這個戰果 這個是俄羅斯的國防部 8月23號表示 烏克蘭軍隊在庫爾斯克 光是一個昼夜就損失了400名的軍事人員 還有17輛的裝甲車 現在呢他們的說法是累計消滅已經有這個5000人 坦克有69輛 多管火箭炮發射裝置11套等等 還包括了三套的海馬系統 好另外呢路透社的報導說 烏克蘭已經8月21號有承認了 他們是利用美製的海馬系統 摧毀了庫爾斯克的幾處浮橋 這個是烏克蘭方面首度承認 在俄羅斯的領土的越境攻擊 使用西方的武器 但是美國這方面是沒有表態的 好當然這個烏克蘭呢 這個澤文斯基有強調說 這一回呢他們去庫爾斯克 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緩衝區 但是俄羅斯駐美大使已經說了 總統普丁現在已經針對事情做出決定了 將會展開報復 而且報復會很嚴厲 並且表示國土是不會有所謂的緩衝區的 這個問題我問一下張將軍 對 烏克蘭他要跨區作戰 進入二進去作戰 他的條件在哪裡 戰略企圖在哪裡 戰略目標是什麼 文維這要弄得很清楚 因為這個一萬大軍過去 你能夠佔多少土地 而且能不能確實的佔領 你只是控制 控制能不能確實佔領 又是個問題 你控制會控制 你控制戰火一過來之後 你可能整個控制圈變小了 所以你這個不叫做佔領 只是控制而已 那現在烏克蘭他面對的四個困境 第一個 他的補擊線沒有辦法確保 你看補擊線能不能確保讓他的火力 被消滅在那個地方 因為畢竟是陌生場地 你在自己的 你有主場優勢 在烏克蘭境內 不管是儒干斯克 頓內斯克 或者是扎波羅勒州 或者是赫爾松州 這是我主場 我熟 交通各方面的 我都很清楚 你跨區作戰 你跨境到了人家敵區之後 你未必了 這是陌生場地 你對他們之間的這些道路環境 還有作戰的這種態樣 你熟不熟 你就比較陌生 主場優勢在哪裡 主場優勢在俄羅斯 那你這樣的話 剛開始可能有這個突擊的效果 因為你畢竟突擊嘛 馬上跨境過來突擊嘛 俄羅斯可能觸不及防 而且邊防軍沒有正規軍 俄羅斯的邊防軍 沒有正規軍佔領那麼強 你會有一時的戰術成果 一時的戰略成果 未必是戰略的成果 你有戰術成果 戰略有沒有戰略成功 沒有耶 兩個不見得能夠發等號 一般的辦法 戰術成功就有戰略成果 不是的 你戰術的成功 不代表烏克蘭有戰略的成果 是這個樣子 第二個空優的確保 有沒有空優 我們沒有看到 烏克蘭有戰場的直升機 在它的跨區作戰的部隊上面 做一個這個我們講的 展現它的空優 對俄羅斯的部隊實施打擊 沒有耶 那你戰場空優還是在俄羅斯手上啊 你就作戰直升機 還是沒辦法進入戰場 對烏克蘭跨境作戰的部隊 實施密接支援作戰 沒有 你這個沒有 你如果沒有的話 地面部隊上打得會很吃力 因為只靠自己地面部隊 並沒有空中的掩護 空中的資源 你這個會 你這個這樣 你後面打下去會越打越吃力 第三個 禽收裝備有沒有帶過去 俄羅斯的主力軍隊在什麼地方 你知不知道 它只有作戰部隊 你禽收部隊到哪裡去了 你跨境作戰 禽收部隊沒有帶到啊 這個也是很危險的 那俄羅斯的攻擊的主力 從哪裡過來 他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麻煩了 所以我認為這三點的劣勢 還加上第四點 就是它跨境作戰了 面積擴大 人那麼多 你面積擴大 你的它的這個破口就多了 你如果小 我戰力集中 你面積擴大戰力分散 戰力分散破口多 短板也出來了 很容易被俄羅斯突破 你的第四點會被俄羅斯突破 那怎麼辦 我認為這四點 烏克蘭在這方面沒有規劃好 哪怕只有一點 一點的都不行 我認為都不可以 而且畢竟跨境作戰的 烏克蘭部隊的作戰吸行量 是有限的 你再再再再大量 打了 我判斷 他打不到一個月 就要彈盡圓絕了 那怎麼辦 你作戰吸行量就那麼多 就跟我們今天出國去 你帶了錢 你帶了十萬塊錢 那你對不起 你就是只能在國外玩一個月 你帶二十萬玩兩個月 但是你只帶五萬塊 你想玩兩個月嗎 不可能 五萬塊只能玩半個月 因為你要十一住行 是這個樣的 那作戰吸行量 彈近遠距怎麼辦 你不得趕快撤回來 不撤回來 整個被殲滅 一切斷之後完了 而且俄羅斯我們知道 最重要我們雙方的這個 戰爭潛力誰大 俄羅斯畢竟戰爭潛力大 烏克蘭戰爭潛力小嘛 那換句話說 俄羅斯要對烏克蘭做報復 他可以達成了 那你還有烏克蘭多少的反擊的力道 那就是跟大家一批戰爭潛力嘛 大家來說看誰的口袋深嘛 要考慮到這一點 這要從戰略的眼光來看 不是只是說戰術 戰術會有一時的成果啊 但是你一時成果 你能夠確保多久 問題在這個地方 所以戰略大目標大方向要先確定 沒有戰略的大方向 那你就變成了 你是大冒險 大冒險就是豪賭啊 一萬個官兵的豪賭 那還得了啊 你是國家領導人你要對 不要是一萬個官兵 對每一條命都要很謹慎 因為每一條命都是不可取代的 命走了就沒了 犧牲了就沒有了 每一條命都是這樣 是不可逆的啊 所以我認為 責任斯基的烏克蘭部隊 垮進作戰到俄羅斯是豪賭 但是而且啊 他的戰略目標跟戰略的意圖啊 想要做佔領 然後去交換條件 來贖回一些他在其他四個州的 這個失去的領地 我認為戰略的企圖 戰略的目標都錯了 好 張湘君剛剛有說 責任斯基喔 這一回的這個策略 還有戰略是一場豪賭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Blue Your Care 專屬您的KS Blue Your Care 九年 五年